其实也都有,我有把那个最后完成的程式放一份在那个云端上面 所以你网上找一下,这边刚刚这一段,这个是 这一段是输出公式的,sub,月考公式在这里,end sub 第二段是月考,sub,就是刚刚我写的这个 有的地方用range,它其实这地方你也可以改成sales,其实也ok 只是说用range我觉得会比较直觉一点 然后再来清除,清除其实就是把它加一个这个双引号 就ok了 那接下来就是我要制定函数该怎么,所谓的制定函数我前面讲过,就是这边插入,插入函数的时候 会可以在使用者定义里面找到这两个 那这两个要怎么找到,然后并且能够 按确定它会跳出一个格子 两个格子 三个格子 把结果丢到这边来 那这个前面也有做过,就向下填,不过他还是要自己向下填,因为他里面没有跑回圈 他只是把资料丢给他,他处理完 返还一个结果放在这个 这个储存格里面而已 ok 那所以呢,首先第1个,我如果要做这个方选 要先在这里面建一个方选 方选的名称的话,也许我们叫什么 这个,假设我今天 叫这个名称好了 那你可以用什么 用这边有一个叫插入程序,里面用方选 把月考函数放到这里 按确定就可以 那它会帮我产生什么呢 产生Function,然后月考函数刮户里面,后面会有N的Function 不过其实啦,如果说你将来不用上面插入函数,你也可以自己打 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自己打,你先打到这边 小刮户 按Enter 其实也ok 这也ok,只是说前面这个Function,字标拼错,要大写开头 ok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要跟使用者,他要跟使用者要三个资料 月考一,月考二,月考二,所以其实 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个复制拿来用 月考一 跳一个格子,月考一,你帮我填一下 够点,第二个月考二 月考三 那我这边的话,直接月考一,月考二,月考三 ok 那这个后面的部分就会跳那个,一个四窗,小四窗,上面月考一,月考二,月考三,你要填资料 所以呢,使用者会把资料填到 填进去之后,会把资料暂存在这里 一,二,三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一样 就是 把最后计算的结果 先丢给这个函数本身 所以记得,这个月考 函数要先放前面 等于什么呢 等于他带过来的东西 他带过来是什么,乘七嘛 所以呢,你必须把这个月考一 里面的话呢,就把跟类似像上面这个公式 我们等于是把上面这个公式呢,再 做过一遍 外面没有回圈就是了 那把这个月考一 放在这边 他的成绩,乘上什么呢 乘上这个range 你也可以自己去抓 抓什么,抓那个D11,就是他的笔状这里 有没有,所以其实乘上什么 这边其实可以拿这个复制好了 这样子 那加上什么呢 一样 D11 E11 所以把这个复制过来 拿来改比较快 这个月考2 然后range这边就改成什么 改成 E11 有没有,就是月考2的乘七 帮我乘上比重 然后再来什么 一样的方法 月考3 帮我把这个月考3的乘七 再乘上这个比重 F11 好 基本上的话 我们 这个function就写完了 他会帮我把它计算完 丢给谁呢 丢给月考函数 然后再把这个月考函数里面的值 帮我丢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他有点像暂存 然后暂存丢到这边 OK,我们试一下 基本上插入函数就会有个月考函数 1,2,3出来了 有没有 点这边一下 点这边一下 然后他就会帮我把这三个乘七 丢到刚刚那个公式里面 然后去跟什么 跟range11 相乘 这个乘这一个 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乘完之后的结果 他会放在这个函数本身 这个函数又会丢 结果照这个储存格 按确定 OK 有没有 这样的话呢 这个我想 流程大概差不多 跟前面我们也做了好几个 OK 所以其实 我是建议就是自己在 把这做手 以后 蛮多地方都可以类似 这样 制定 一个你自己 属于你工作上 的一个函数 那不过 他一样 之前我们有讲过 如果说我今天要选 123 有点麻烦 我先刷一下 刷一下 就是把月考123 变月考范围 这怎么做呢 有印象吗 那做法其实很简单 一 把这个复制过来改 直接改就好了 二的话 把这边 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叫月考 月考范围 函数 OK 所以这边加两个字 加个范围 好 然后 这边也是一样 123就不用了 就叫月考范围 OK 跳出来 就会一个格子 你要填 但问题是底下怎么办 这杯水 注意 如果返环这边叫月考范围函数 这边也一定要改 你不能改上面不改下面 不然的话他会漏接 他变成又丢给月考 那这样 他就接不到了 变成最后输出会有错误 第1个 第2个的话 我们要把什么 把这一个月考范围 因为他给我 本来应该给我3个 但是他直接刷一个 里面会有3个资料 那我要怎么得到里面的资料 所以我先可以把这个整个丢给A A的第1列的第1栏 第2栏 第3栏 然后他顺序一定是先列在栏 1-1 值的就是这个乘积 1-2 值的就是这个 1-3 值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可以讲 跟前面 手机函数一样 A 加一个A 这个变数 等于什么呢 帮我把那个手机范围的东西 先丢给A A值的就是这一整个 我要抓到第1个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 A里面的 特别说小瓜糊 先列 第1列的第1栏 就抓到第1个 抓到第2个的话 就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把这个栏负质好了 负贴 贴过来 他就是什么呢 第1列的第2栏 所以写法就第1列得什么 第2栏 改这个地方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是先列在栏 那这个列指的是你这个范围的列 栏也是指你这个范围的栏 跟那个外面那个列跟外面的栏 没有关系 OK 所以1-1 1-2 1-3 好 全部做完了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清除一下 其实这边也 那你会发现 他跳出来 就会是一个范围的部分 所以这边 试一下 擦环数 月考范围函数 刷一下 刷过来 1-2-3 一个大瓜糊 那我要 的成绩 他就返环到我这边来 我就再把这个结果丢进来 OK 向下填满 也一样OK 所以这个是制定函数 那这两段 我在云端上 一样有放 在哪里呢 这个是清楚 往下 这是刚刚的第1段 这是第2段 OK 名称往改 月考 你可以叫月考 函数范围 或者月考范围函数 都可以 然后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这个地方 的那个 换行 因为我这边 我前面有跟各位讲过 因为这个公式 太涌长了 可能跑到那边去 这也还好 像这边的话 我讲过 你可以在什么 串接符号 后面的空白 加一个底线 再按Enter 这样就没有关系 你不能直接按Enter 换行 前面有跟各位讲过 就是 end 或者加减 都可以 后面的空白 加一个底线 再按Enter 这样Enter的话 就比较 像这边 这边如果你要换也可以 就是这边 空白的后面 加一个底线 再按一个Enter 这样的话 你如果Enter 它换到下一行 就不会有问题 它会把你下一行 跟下一行 当同一行 如果你程式 比较长的话 那关键就是这个 underline 前面一定是要个空白 OK 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制定函数部分 再试着做做看 所以今天的话 就是 把那个前面其实 有讲过的这种 制定函数的方式 这也就 再做个复习 用另外一个 范例 我们来解决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 这个 两个制定函数 试着做做看 ич位於计判 以及 散任的练习 我 请查看